《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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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美萍 那我飾演的就是 《光華之君》的正式妻子 《三公主》 那這個所謂的《三公主》 是因為政治領異的關係 所以她必須取得這位公主 那可是誰知道 我嫁進去之前 早已經有一個 就是青梅竹馬的愛人 對 這是可能在那個時代 是非常不允許的 就是已經政治聯姻的關係 所以她不得不照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去遵循她父母的決定 我在《三公主》 《三公主》 我在《三公主》 我是演一個修生 名字很佩服 我這個角色 是一個很有才華 很厚本品 都跟《三公主》 感情很好 甚至《三公主》已經懷孕了 然後就對她很刺激 這樣 因為《光華軍》 就是我們是這個創幕的中輩 他對我很好 表明相跟他記名的時候 都很尊重 其實很內疚 因為《三公主》還未嫁公華軍的時候 他就已經跟我發生關係了 這麼嫁公華軍 就是一直內疚 就內疚在心裡 每次見面 三公主寄冥的時候 還沒辦法跟他講話 那個感情魚真的不好做 一個愛人嫁給中輩 還沒辦法人跟他討論 沒辦法跟他寄冥講話 那是很難做的魚 我所飾演的角色是子芸 子芸她就是一個光華君的太太 主要這個角色她在裡面呈現的 其實是比較溫柔婉約的 很多事情她內心的一些委屈 或什麼她都會放在心裡面 從小子芸就是被光華君帶回來 等於是撫養她 教導她 然後把她塑造成一個她心目中 理想完美的女性 這個其實是內心很複雜的 可能有愛情 有親情 有友情 我覺得都是交絲在這個裡面的 這種依戀跟那種依賴 已經是不可割捨的 最讓人家惋惜的地方應該是 她這一生都在追求一個真愛 而那個愛是唯一的 就是不會有任何人來介入的 可是她卻愛著光華君 但是她一用盡一生 就算她想盡了榮華富貴 可是她還是沒有辦法得到光華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說 很可惜很惋惜她沒有辦法在光華君之中 是心中成為唯一 可是她最後卻選擇的是放下 而且是感恩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讓我在 在飾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感動的部分 我裡面演一個女婦叫做玉米 就是支夫妮的女婦 那個支夫妮就是一個性情很單純的 女婦的感情很好 從小時候就有錢大 到最後她是嫁給共華君 這個女婦不是普通的女婦 都這樣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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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你知不知道我們夫妮對你太疲勇 想像你帶三公主之後 她自己晚上都在老眼裡 我看到很不甘 那個表達很難做 來看誰知道 觀眾朋友 十月二三二四 十月二三二四 在台中歌劇院 一定要來看 她不記得 她不敢說 她不敢說 那你對她不敢說 她不敢說 一個女婦 她不敢說